本周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其实我们回顾本周重大的事件时候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上个周末发生的地震 南加州造成了人情欢化 以及正在审理的张英颖案 这位中美两国都非常关系 其实今天早上这个新闻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川普总统对于所谓的非法移民 看来是要下手了 各种迹象表明 所以尤汉斯律师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两周前川普总统说 他要把境内的100万的非法移民驱逐掉 而且当时跟Nancy Plot有个条件 说给共和党时间 现在的最新效益 就今天他决定动手了 就是他决定在美国 任何时候从今天开始会抓非法移民 周五特朗普在美国白宫被记者提问时 回应了此前关于驱逐非法移民的传闻 称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本周末 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无证移民的突袭搜捕行动 并将他们驱逐出境 特朗普说他们是非法入境的 我们会把他送回他们的国家 也就是大家如果真是在美国身份有问题的话 大家今天一定要注意了 就是有可能呢 就是说你要是在这个南部的一些州旅行的话 我建议就是你不要做那个大灰狗 也不要到南边去 加州纽约州呢会相对好一点 但因为国土安全部 它是属于联邦政府的一部分 他如果因为美国这个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IS抓人的时候 他一般不太这个分地区 但是有地解令的肯定是首当其中 有犯罪记录加上地解令的 Remove order 一般就是打法庭打了很久 都最后没走的人 还有呢 这个地址没有变的人 都特别要小心 因为我们最近有些客人也问我这个最近怎么样 我是觉得问题不大 但今天以后我是建议这些朋友呢 这两周还是稍微要注意一点吧 另外这个雇主在这方面应该怎么应对啊 因为以前呢好像说这个庄人这个就不能随便到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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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是这样 对 就说我可以不接待你对吧 对对对 那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一般雇主呢是中西部多一点 因为加州这个地方有个特点人多 就是不太容易抓的过来 他说白了一下 这个抓的又没地方关 你知道吗 你像中西部一些肉厂啊 一些这个加州的就很多费在那个农场 农场也不太容易去 那个大老远的两三个小时开过去挺累的 对吧 他最多是在一些肉厂 但现在这个雇主这次倒没有明确挤出来 这次倒是说呢 第一步就是已经有了remove order 没有离开美国的人 那就很多就最简单 打法庭第一庭上诉法庭 第九星期法庭在我们加州过了以后没走 这些人呢要这些朋友呢 或者这些这个就算朋友吧 因为我是做移民的嘛 这个客人都是朋友啊 也得要小心一点 其实无论是这个 在这个人口菩萨当中加入这个公民这样一个问题啊 还是说要准备抓这个非法移民 其实这里边如果深度的分析的话 这里边是不是这个特朗普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一个竞选策略的一个考量啊 对 现在川普总统我们大家他所有的这个事情的围绕一个主题 就是叫明年的竞选连任 包括中美贸易战 包括跟伊朗 你知道吗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你看中美贸易战好像这星期也没声音了 对吧 伊朗问题也没声音了 当然有很大的摩擦 也就是川普总统我个人认为呢 他不希望在国际上呢 搞的这种太复杂的一个事 对吧处理 所以说把集中机率放在国内 国内呢 他主要的这个措施是争取白人的选票 争取中西部中南部的白人的铁票 在这个季度上 他们是不太喜欢这个这个非法移民的嘛 这个是我是觉得在这个技术上 他在做些别的 包括健保啊 包括其他的政策 在争取那新一部分少数族裔吧 可能他在往那个方向做 但是尽管川普这样努力啊 还是遭到国际上的一些批评 特别是最近这个英国的一个大臣 公开说川普无能 对对对 实际上是英国驻美国大使 对英国大使 他驻美国大使呢 这个人呢是一个应该是个爵士 而且是有一个应该是他向英国 这个国内废告的时候 可能是被这个被窃听了 或者是泄露了 至于是人故意泄露的 还是这个怎么泄露就不知道了 但是泄露这个挺有意思 这也是目前这个大家在 讨论了一个很大的一件 他已经辞职了 叫Derek好像是吧 Derek他是就说呢 他主要是说 在他上任的这几年中 看到川普总统的内部的很多 这个用了很多英国人 特有的很损的词 杂乱无章啊 无能啊 而且呢里边派系很斗争很厉害啊 是吧 但是这个人呢 在华盛顿华府的社交圈 是很是欢迎的人 也就是他表面是 彬彬有礼的一个 一个爵士 对吧 一个绅士 可是背后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 这个呢 其实我最近也在读几种 美国历史的书 这个就发现了 真正这个美国 这个政治上里边 也有很多派系 也有很多斗争 特别美国跟英国 在我们看来是很好的 印度尔 是有血缘关系嘛 对吧 这个 当年这个 我记得丘吉尔先生到美国 已经很明 很有意思的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下了飞机以后呢 他说 我从我爸爸的国家 到了我妈妈的国家 因为他妈妈是美国人 他爸爸是英国人 对吧 所以说 当时他如果变成一个美国公民 可能还能拿绿卡呢 这个就是他们俩 但是呢 这两年不太好 原因呢 因为英国面有很多矛盾 脱欧的问题 对吧 加上这个 这个首相 这个这个 这个妹 这个不是好像像那个 做的也不太好 就英国有一半人想脱欧 一半人不想脱欧 那川普总统到了英国 跟也建了很多建议 但是目前来讲 这个英国大使 这个整个的这个文件 就是对川普总统 实际上就是 川普他本人 包括他政府 软弱无能 杂乱无章 而且你不要指望他要改 改也改不了 还有一些斗争 这么一个事 我觉得这个事呢 应该值得川普政府的重视 实际上这个 美国的民主制度 大家都谈 实际上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来源 就是英国乡村的自治 对 是这样一个发展起来的 所以你作为一个英国的这样一个 驻美大使 很罕见的提出针对川普个人 提出无能也好 等等也好 我觉得其实应该 这个川普政府 特别川普本人 应该 应该反思 有两个事情 川普总统当时在推着骂了一顿 他说我不认识这人 这人以后不欢迎 第二个关键是这个 Teresa May 英国首相 这个演讲比较好 他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政府 就是支持我们的外交官 说真实的话 就英国还是 他有很 而且我们也不会认为 他这个话很不对 对吧 他用了外交辞令 就是说那个事情 就是说 从英国整个反应来讲 还是很支持 Derek这段话的 那我们知道 Teresa May 马上要退休了 马上有个英国 新的首相上来 这个英国首相上来 就是跟川普关系不错 还没完 所以往下看看 英美关系 能不能往下走得更平稳一点 是吧 这个就下一步我们看了 我觉得刚才你对移民的提醒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 特别是华人朋友 可能在解决事份当中 或者还没有解决 那么面对美国政府 这一波的政策 应该自己会应对 措施 对吧 另外一个 就是说最近张英影案 在这个 应该是芝加哥吧 是 在那边开庭 他们昨天是庭审的第三天 对 第三天 从这几天 我们看报道 分析一看 实际上在这里边 就是所谓的感情牌 打得多一点 就是说这个 特别是在这个第二天 就是这个庭审当中 那么这个法庭出示了一张 张英影的父亲 母亲和张英影 在一个当地一个火车站 新建成有火车站的一个照片 那应该就是说 法官问你 是不是这个 这是最后和张英影 见面 他说是 而且那个报道说 那捐监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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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犯 叫 叫 藤森 对 叫 Crystal 什么的 对 然后呢 Cryst Cryst 他呢 叫基督 好像这个 也擦了个眼泪 到第三天 也就是昨天 昨天 庭审当中呢 这个Cryst 他的父亲 出现了 那个意思说 就是说这个 他的儿子呢 如果不被判死刑的话 可能还要为这个 会为社会做工作 大体上这个意思 所以 现在目前的这个焦点问题 对吧 因为首先 嫌犯已经承认 杀害 分尸杀害这个张英影 对 那究竟能不能判死刑 这原来不是有这么 几个层面的问题吗 一个就是说这个 他所在 伊利诺仲没有死刑 没有死刑 联邦有死刑 对 把这个 提到这个联邦层面上 就可以判死刑 但现在看呢 就是说这个 大家都是在担心 或者是都在 在关注 这个嫌犯 最终的一个命运 当然了 因为 庭审还在继续 对吧 你那么 律师帮助分析一下 他是这样 就现在 简便双方呢 提出证据 现在实际上 焦点是终身监禁 还是说死刑 因为现在 美国有个大的趋势 就是 要减少死刑 而且每个州 就跟大家抽大麻似的 对吧 我举个例子 很不恰当 包括同性恋婚姻 也是美国呢 慢慢的 就整个社会风际 是很 很左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死刑呢 属于赞成死刑人呢 可能都是算 算偏保守一点的 那这个基地派 就要连出 包括今天 我听到那个 就是 共产党 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市长 在竞选总统 叫Bajita 这个人他也说 我们希望将来 就没有死刑 因为世界各地 都是这样 我有种感觉 他可能最后 不会判死刑 我有种感觉 对吧 但是大家不要记住 我不要忘了 这个不判死刑 不见得他 这个比死呢 来得更容易 对吧 就是说你在这个 终身监禁 这个美国 如果不得保释的话 他能一直要做到死 对吧 很痛苦的 对吧 那个联邦建议 虽然条件好一点 但是他这个 也是一种 这个就是说 让他终身这种 所谓的这个 受折磨吧 所以在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 中国人呢 有还是一种叫 以牙还牙 以血换血 9 for 9 也是英国的 就是一夜演会 对 一病抵命 说这个意义上 在大家死了以后 中国感觉到 这个是对死者 一种安慰 对吧 但我个人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 我真的觉得 这个死刑是对的 但是呢 发现美国 你要把他判了死刑以后 就即使他判了死刑 五年也不会死 这我跟你讲 因为死刑 自己要上诉 上诉 再联邦 再上诉 再回来 这个至少要五年的时间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一点上呢 象征意义大于 这个实际意义 所以在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不予纠结 我只是呢 从这一点看的呢 美国法庭呢 确实还是有他的这个 不管怎么说呢 很公正的一面 对吧 他是外国留学生 人家都是这个 杀人是个白眼人 按照这个 川普逻辑的话 弄不好 一个就是有可能 会有一些别的事情出来 我觉得大家也知道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整个庭审 还是很 很 就是说 就不像 OJ Simpson那样的 因为陪诊团的构成不一样 对吧 人家就最后就变成一个 另外一种情况 所以我对于这个 这次这个联邦 整个这个司法机构 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一点呢 讲来这个案子 也可能会 因为国内很关注 我发现国内大的媒体 报的挺多这件事 所以在美国反而呢 没有很多人知道 包括加州的 都没怎么报这件事 基本不报 那最后我们再谈一下 这个地震吧 因为7月5号那一天 你在国内吗 你听我讲 7月5号那一天呢 我是晚上到这个洛杉矶 我正在出关呢 8点多钟 对 然后呢 就赶上了 赶上了这个 但是我们在里边呢 没有感觉 然后呢 接我的朋友在外边 我出来以后呢 他说刚才发生地震的 你知不知道 我说 问我知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我说你什么感觉 他说感觉 他说车呢 抖着抖 但是他看呢 机场没有任何人 就是有慌乱 对 但是因为可能 机场的别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大家第一是 在下飞机等车回去 或者等着上飞机 就是说这个 这个很忙碌 所以没什么影响 对 那实际上地震这个事呢 这几天呢 我想大家也应该都 就是说这很多报道 特别报道 但是我想提醒两件事 就是说 继十年来呢 这个南加州呢 一直说有一种舆论 或者报道 说这个发生这个 大的地震 那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前两天 发生的地震的地点 是在叫做 Rich Rich Quest Rich Quest 很乱 那个地方呢 是在柯英线 和圣伯纳迪路线的交界 对 然后距离洛杉矶呢 应该是150英里 是东西方向 是是是 那么就是说 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谈到 这个南加州大地震的 这个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南加州这个 出在一个大的断城带上 对 这个这个主要的断城 就是叫做 圣安德烈斯亚 An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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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断城 这个断城从北加州 一直到南加州 好像从夏图吧 好像是我记得 对 反正是 对 过来到南加州 这个地方应该经过法塔纳 是 然后呢 到这个 这个七诺 最后到哪 到那个South Lake 对 这一条 这个是比较主要的 为什么这个主要 就是说 这条地震呢 这个地震带啊 应该是在 这好像是 这个在 只是在这个 一八七几年 发生了一次 比较大的 将来一百年了嘛 一百五十年 对 一百五年 但是按道理来讲啊 这个这个断城带 应该是一百年左右 就会有一次 就有一次 七几以上 那一直没有 对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而且很多的这种 这个计算机模型 对于南加州地震的 分析和预测 都是以这个断城带 是 但是实际上来讲呢 就是这个 加州理工学院 有个著名的地震学家 叫做Chunce 那对 True Loss 一个女的 对 她最近 她叫George Chunce 对对对 她最近呢 她说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洛杉矶地区 有很多断城带 比如说这个 华人居住这些 彭蒂山 对 断城带 对 惠蒂尔断城带 什么这个 那个圣塔莫尼卡 断城带 对 什么好莱坞山 断城带 对 等等 这些每个断城带 都会发生 七级左右的地震 对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就是说这个 那个前几天 那个7.1 6.4以后 7.1 对 确实是 这狼呢 是真的来了 对 所以就觉得 大家应该 有所警惕了 为什么提这个话题呢 因为全美国的朋友 和中国大陆的朋友 两次中国大陆地震 我都经历过 就是文川地震呢 我在中国 海城地震 我在中国 唐山地带 我在中国 但好像都是在 在开车 你知道吗 唐山地震最明显 我在那个 在 那天晚上我都知道 就是在火车上 那这两次我也没感到 就是这种大的地震呢 在国内呢 肯定要有很多伤亡嘛 唐山是5万多 唐山是26万 那个文川是5 6万 但在美国加州 这次地震呢 一个伤亡都没有 有着火的 当然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它在一个 很偏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美国 整个加州 这个防震系统 应该很好的 对吧 都是两层屋子嘛 所以这一点呢 我是觉得大家呢 不必担心 包括一旦 就是刚才讲 这个那个 最大的断城 Sangestria 断城断的话呢 可能最多 也就是说 防务会倒塌一部分 当然你这个 如果正在地震 它应该那个 还是从我们这个 后边这个北边 那个山那么过来 对吧 所以这点呢 就是但大家 有所警惕 有个实用的例子 就是说呢 如果晚上发现地震呢 现在有那个地震包 里边有点水 有点这个手电筒 有点干粮 所以大家如果说 可以准备这么一个东西 实际上在美国 我觉得地震的 你在美国 南加州待长的 越来越不太可怕 所以这次也是 印证了这一点 这个从建筑的角度来讲呢 因为南加州的房子呢 第一是木结构的 对 第二呢 都是清新材料 第三最主要是从1906年 这个旧金山大地震以后 那时地震死了3000多万 对对对 以后加州的这个建筑标准 逐渐严格 基本上是可以扛八级地震 八级地震 但是呢 洛杉矶是当趟 那些老房子 1900年年代的房子 那些是比较危险的 是是 但是从我们华尔社区来讲 应该一般来讲 你house也好 或者是counter 或者是apartment也好 都是两层 对对 都是两层 房子倒塌伤人 基本上就是不大 就是不能说不大可能 就是 不是砖瓦结构的嘛 那么注意呢 比如说防护上什么东西脱落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 这个防火 另外呢 就是谈到这个地震呢 就是整个世界呢 都是能够做到 对地震的一些中长期预报 对 短离预报呢 正在完善当中 什么叫短离预报 就是一天 半天 但是现在呢 加州呢 已经就是在全泽 加州呢 安放了大概那种 一千多还是 一千两三千个 就是在 一千二十秒 十秒钟 十秒钟 但这十秒钟 解决什么问题 它可以自动关闭 比如说水电气 对吧 自动关闭以后呢 一旦这个地震来了 把管线破坏了 不至于着火 是 这就很安全 是是是 好像到2020年 整个全铺完 全铺完 对 这个呢 前几天 那个四川呢 又发生地震了 然后呢 中国呢 有一个科学家 姓刘四川人 他发明的东西 就起重了 大概是提前十秒 报警 那提前这十秒的话呢 就足以 十秒很长了 可以保一百米了 对 要你这个 就有逃生的机会 对 特别主要是 把这个水电气 关了以后 是是是 水管破了 它是安全嘛 是是是是是 那好吧 反正是张颖也好 这个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也好 对 地震也好呢 我们还在这个观察当中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